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这期我们讲一下跟子女相关的一些运势的首相特点 首先一个小指 小指我们说小指如果过三观 是容易吃穿不愁 晚年享清福的一种特点 但是像这种小指又短又弯曲无形的话 那么这个就容易跟子女的缘分比较薄 小指通常是代表子女晚辈 如果小指特别短小弯曲 这个子女不给力 容易为子女操心 而且这种小指比较偏短的人 很难有这个儿子 甚至晚年的基本上是要靠自己的 这是一个晚年堪忧的一种首相形态 那么我们看这个子女线 子女线其实在婚姻线上面 跟婚姻线垂直的这些两几条这个小的短线 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纹路 子女线比较宽深的话 代表生殖技能好 夫妻间的这个容易生儿子 生孩子也比较顺利 生男孩几率比较高 丈夫比妻子的子女线比较清晰的话 如果这个是生女孩的几率比较高 就是说要分阴阳分阴阳分男女 好了有关这个首相当中的 跟小孩相关的这个纹路呢 一个是小指 一个是这个子女线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昂宣记 我们下期再见